老兵说武器 而且航母的制造时间很早 技术优良并且性能不错 但是由于它太着急 用到它的军事领域为其服役 所以在很多技术或者设备 还没有全面接近完善的时候 就急急忙忙投入了军事使用 导致了后续一系列问题 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万东及航母 没有可以配备的战机使用 这艘目前都没有配备 舰载机使用的航母 就是英国第一放超万东 即名叫威尔士亲王号的航母 威尔士亲王号虽然东极有上万吨 但由于英国在二战时期太急于 要它进行服役 到现在威尔士亲王号 都还没有与之相应匹配的舰载机 而且不仅是没有相配备的舰载机 因为舰程就进入服役 所以它自身有很多缺陷 还没有被完善 英国皇家海军为了维护自身面子 对于没有可使用的舰载机的解释 是因为它的国家经费投入不足 而面对母舰上没有预警机的情况 英国皇家海军做出他们的解释 他们解释是因为母舰上的加版设计 没有预警机的锁型号配备 不过很多人都不买这个理由的照 他们都认为英国死了面子 不过不管他们解释如何 最后的结果都是这周 六万五千登级的航母 没有相应的驱逐舰 只是用了直升机来代替 火车上被造的级别 变成了直升机驱逐舰 这也是因为它没有面子 其实航母有养后工作 可是有物费背后有资金 有些国家即使有航母 也会愿意它因为国家才能去其他国家的构金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有好评书目前进行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